朋友來看到第十二屆的海峽論壇 九月十九號在中國的福建省 廈門市登場 立法院前院長王 金平接受了國民黨主席 張啟臣的邀請擔任代表團的團長 帶隊前往 希望他此行能為兩岸帶來 和平穩定環節 緊張氣氛 揮揮手打招呼 立法院前院長 王金平再度成為美光燈焦點 因為他將代表國民黨 帶團到中國福建參加海峽論壇 中國央視新聞大篇幅報導 海峽論壇這個月十九號登場 疫情當前 王金平抵達中國 沒有外交泡泡 必須接受檢查 隔離兩天 回來台灣再隔離十四天 到時候和對岸談些什麼 他保密到家 行政院長蘇貞昌提醒必須遵守國家法令 入委會也說明立場 王金平出席海峽論壇 想為兩岸破冰 挑戰還真是不小 華視新聞 江聲宏 薛聰淺 彭冠霖台北報導